Hello 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一年一度 经费不足 没有钱买道具牌视频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期挑战视频 大家非常非常喜欢 以及热爱的 不要笑 开始之前我准备了一样东西 削苹果神器 如果不要笑挑战 我们肯定要有惩罚 如果笑了的话 我们就要吃柠檬 不过我想先看一下 这个削苹果神器能不能削柠檬 它插进去 这一下 一点油都没有 这柠檬好难削 如果我看见视频 我笑了的话 我就吃一半 昨天我发了一条动态 如果看见好笑的视频 就请他们发邮件给我 发他们觉得全世界最搞笑的视频给我 我们这里百足话 你要去问人家东西 要去喝人家咖啡果汁 要跟人家说一只姐姐 我要一杯果汁 你如果说是要喊人家姐姐 百足话我们这里的姐姐 就喊一个字 喊B B B ZB的 如果年轻大的 我们就喊他大B 大B 就是大姐 我们就喊二B 小的 叫小B 我们这里姐姐的老公 还怎么知道吗 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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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自己过来没带你跑哦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里面有时候 英语过来的一些话可能确实会很搞笑 甚至我去印尼那边说你好是 带你妈看戏 吃一半柠檬 好大爷正常多年的收藏品 再吃一半 嗯 我就猜到大概是这样的结局 哇我刚刚都想关掉了 这个是不要笑挑战 不是恐怖视频挑战 就是加一个Spring 这梗得多老了 哇衣服都编了 这猫怎么长这样啊 这猫长得真的好奇怪哦 为什么会长得这个样子的猫 你们这股五个核桃 七个核桃 八个核桃 九个核桃 包括十个核桃 我都能接受 什么搞的 今天呢你啊你 我见到一个 六个铁 六个铁 你告诉我怎么活 哈哈哈哈 我本来想说可能是六十个核桃 还是六十个什么 六个铁之三 这确实也是有点过分啊 哇 他那个姿势 爸爸 爸爸 他答应得特别好 是不是听过这样一句话 在你们小孩说爸爸之前 你对着他说爸爸的吃肉 比他这一辈子对你说爸爸吃肉还要多 哎 这个又是刚刚那个吗 他还分剩下级的吗 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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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come on 妈 I'm sorry I'm sorry 最后这个画面是真的有点恐怖